你知道去跟什麼座嗎 巨蟹座嗎 不是 那你知道我是什麼座嗎 我是專門為他量身訂座 嗨 大家好 我是邱彥翔 嗨 大家好 我是很厲害的Vicky 你來之後呢 我們有做了兩道 照顧媽媽 跟謝謝媽媽的料理 這種覺得還少了一樣 可以讓媽媽更 心虧虧的更能 我知道 我知道 這是一個大紅包 紅包這個事情呢 你可能要去找旭哥拿 說的是可以讓所有的媽媽 吃了新規矩的甜點 所以你今天準備要做什麼樣子 芋泥米布丁 山藥芋頭盤 做甜點吧 GO 芋泥米布丁 全年就可以買得到這種 真空包裝的芋頭 切塊之後呢 放到電鍋裡面去蒸1.5杯的水 按下去 開火一下 有了芋頭 那接下來就是有蜜 米飯把它放進去 鹽奶鮮奶油 拌煮一下 壓一下 成是泥的一個狀態 那我今天做的這個呢 有點泰 就沒有 很泰又不會太泰 對… 然後這是泰泰都會喜歡的一個甜點 然後把它加熱到一定的程度的時候呢 椰糖全部把它加進去 然後再加上一點點鹽巴 可以把它拌煮大概3到5分鐘 來拿芋頭 加進去 這樣泰煮其實已經可以直接來盛牌了 所以它其實要整顆的 芋頭啊 對啊 我切丁把它放上去 薄荷葉上去 完成了 芋泥米布丁 耶 接下來看我的山藥芋頭派 酥皮啊 其實它要大人小孩都很愛吃 全年也是買得到的 全年都可以買得到喔 我的山藥 全年也是買得到的唷 芋頭跟山藥都已經蒸好了 我把它倒成泥 酥皮一張大張的 已經弄成四張小張的 芋頭 山藥米把它放在這裡面 把它對 壓邊 貼個十字 塗一點 但是這個表面上 就先放在這邊 哇 芋泥米布丁 芋泥米幫我放在預熱180度的烤箱中 拉到10分鐘 YES 叮叮 漂亮喔 哇 好好 放下來我們要擺盤啦 好 成功 山藥芋頭派 誒 自吹啦 自吹啦 要來吃可以讓大家新規規的甜點 酥皮好好吃喔 好香喔 對 而且非常的飽 芋泥 布丁 真的很菜耶 而且這個芋頭其實非常的綿密 嗯 酸甜酸甜的感覺 我想要順便邀請一位特別來賓來做一次 是非嗎 都已經快結束了 還有什麼特別來賓嗎 一定有啊 一定要有的啊 你看 好 非常煩喔是不是 就是代表曲哥讓你那個有心灰虧的感覺 真的啊 你知道曲哥是什麼座嗎 巨蟹座嗎 不是 他是處女座 那你知道我是什麼座嗎 我是專門為他量身定座 喔 喔 曲哥 我覺得你可以先去旁邊休息了 我比較想要自己吃甜甜 所以這次我們新鞋的這個特集呢 謝謝媽媽 對 照顧媽媽 照讓媽媽 心灰虧 甜虧 謝謝大家 那我們就繼續吃甜點囉 那就 拜拜 拜拜